各位觀念鄉親 大家好 我是鄧貴族 歡迎收看今天的雲林新聞 因為10月7月 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心理健康立 雲林冠政府更大將10月做為心理健康月 並且透過中華心理、衛生協議訂單位 共同提供心理健康的重要 希望透過專業的輔助和協助 可以幫助佔金心受到上海朋友 可以趕快走出來 共同一、二、三 小朋友將萬力量的每一群 大人來將所有負面的精神打破 向他們10月10號世界衛生組織的 世界心理健康月 雲林冠政府和中華心理衛生協議訂單位 共同提供世界心理健康月 希望在專業的輔助和協助之下 可以讓每一位佔金心受到上海朋友 趕快走出來 在個人的話是能夠了解自己 能夠了解自己的情緒和人的關係 能夠處理衝突 可是呢社會的狀況 要在學校 要在社區 社區健康營造裡面 就要融入 提升健康 心理健康的一些元素 那這是社會 要有個友善的社會 那麼國家就是要有政策 那我們更希望在前端的營造 我們希望是自助 互助 公主 除了公佈盟的協助之外 香港衛生協助 每一位醫療金屬 共同衛生理受傷的朋友來做精療 透過話題中 就醫師來分享 治療登記人酒館的案例 這個一下就代表他的心 心房已經打開了 可以讓接受護理人員 接受專業精神科的醫師 還有這個衛教師的這個 這個 他的他們的協助 後來這對夫妻 也真的 這對先生 他也真的是 達到很好的地步的進去 針對生理健康的管理 歡迎管政府這幾年 也這幾天提供 所有鄉親生理資訊的地點 希望透過一年傳的治療 服務 可以讓民眾有一個共同的客森 可以和我客 尤其是在自殺防治的當中 我們可以從自殺率 原本排名全國第八名 下降到全國十五名 可見我們自殺防治的成效 非常的卓著 那也成就在 我們本來原本衛生局 從六個心理資訊站 擴展到二十個心理資訊站 我想透過政策的改變 可以讓我們鄉親 得到最大的這個撫慰 主要管府也希望 在新冠疫情開始的這段期間 如果鄉親覺得 信賴不鬆快 就千萬不肯驚歉 可以到國鄉上市的心理資訊站 和我講出新奈威 記得要立即參觀到 到旁邊 於是